三位义记上第十七章 第三十节 大卫就离开他 转向别人 照先前的话而问 白圣迎照先前的话 回答他 弟兄姊妹 我相信在这里你会明白 为什么大卫面对他人生的第一个巨人 哥尼亚 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原因就是说 从他牧羊的时候 他选择一个牧羊人的立场 是其他人不会选择的 你想想以色列里面有多少个牧羊人 可以打死狮子和熊 你就是想想这件事 你发觉大卫真的能人所不能之外 就是他选择的路不是一般人选择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究竟有没有这份怀眼 见到我们身边有人去这样选择的时候 究竟我们会做以利鸭 还是我们会跟他同心 在我初信的时候 我就会选择 我会跟从这些领袖 我是领袖的时候 我就会选择这些牧羊 我跟他同心 直到我当牧羊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以同一个立场 去走完我一生 当是1996年的时候 湘水事件 我面对我人生当中第一个哥利亚 是吧 但我能够勇敢地站出来 我面对你的攻击 我能够带领带姊妹一起去度过 我听到今时今日 还有很多个罗夫 说到最后 他们都说 哇 幸好我不用预计 那时候日华就笨了 但是这些人另一面又奇怪 为什么神没有恩沟他们 他们又恩赐运作不了 他们讲到未有奈及这个程度 而甚至他们一生 都没有办法做到一个侍奉者 弟兄姊妹 在我来说 我从来没有想到 选择这样的人生 我不会选择 那些一生者坐在那里批评 但是有生之年 从来未为神 去打过人生的哥利亚的人 我宁愿做一个 好像大卫那样的人 但如果我所说 大卫那样的人 就是你一定要由 初初已经立定心志 有这份百哲不老的精神 有这份勇敢的精神 但是记住 你走这条勇敢的道路 半到钟头 你突然间自私的话 你就会后悔 你以前面对过 这些冲击 或者困境 因为如果我们经常 以着素和舍底 去定我们人生前面的路的话 那你的路是很窄 所以可以说 我本身和任何一个香港人一样 我是怕事 怕丑 我是没有足够的勇气 但是当我愿意去跟从神的时候 神由第一步就是 让我不去介意我自己的形象 所以我就不会去怯场 我从对着七十个人的港道 到现在对着过千人的港道 我都不会去怯场 是因为我根本就不介意自己的形象 因为我已经选择了我的立场 就是成为神要我所成为的 一个无愧用人 但是不要说等于你不介意自己的形象 神不会继续去挑战你 我们看到大卫不单止不介意自己的形象 他不介意自己的生命安危 有些人可能觉得他是傻人 我不会学他的 那你就有心之念 不用恃意 或者不用羡慕了 你不用羡慕大卫有的恩高或者祝福了 因为大卫拥有这些都因为他合上心意 不是他有些什么加势去导致神 非恩高他不可 不是的 你会看到大卫为了他的责任 他愿意保护这些羡慕 不顾自己生命安危 而他经历了神保护他恩高 而他知道 他为了耶和国的军队 而不顾自己生命安危 神一定会保护他 而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小小年纪的大卫 拿着只是一支棍 一个脱石机缘 是面对一座铁塔一样的 而举世究竟有多少个人 去鸩祖呢 记住啊 就算有少数够胆祖的人 有些只是不过是疯了 他不是有本切 我说的是大卫他不是疯了 他真的有本钱去做 而他证明给菲利士人也好 蘇罗也好 他哥哥也好 甚至以色人他们见到 大卫虽然把他生平是第一个巨人 但是从此之后 他都仍然是战无不成 鼎子妹你不用羡慕这个故事 神仰大卫有这么多的事迹 有这么多的经文 这么清楚的记载的原因就是说 仍然是那句大卫不是因为英俊 不是因为大胜 是因为合神心意 小小年纪已经选择自己的立场 这些立场在今天 在石安 但有人在是选择这种立场 去行完他一生 而那些人 就是你需要效法的 但为这些经文 是需要你嘴巴 不要轻看这些事件 不要轻看这些人 如果你对现在你的光景不满意 不要去赖人 不要好像以利亚那样 去强迫人 好像你一样 反而反过来 如果你不满意你现在的光景的话 不是改变身边的环境 或者领袖 实理幸福 是改变你自己 大卫不是身边的环境 导致他成为皇帝 大卫是自己的本钱 成为皇帝 大卫在这里是第一次听到 哥利亚是马阵 他哥哥 包括素罗 包括以色列的军队 是听了四十天 如果你说机会 他们比大卫更加多 但是谁捕捉得到 是真材实料 但记住这些真材实料 就好像我开始教会到现在都说 在石安 在我自己信仰人生 每一样属灵的恩高恩次 都是真材实料 但是真材实料 是一定要你坚勻地站在 一个战事跟从神的立场 每一次每一个问题 你都勇敢去迎战 不是为自己的安礼 是为了神的家的养 在平双徒的时候 你选择你的立场 在领袖的时候 你选择你的立场 当这样的事 我想给你知道 当个人觉得是危机 对你来说 会是转机 你不需要羡慕大卫 因为大卫的事迹写出来 是让我们效法 使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过一个这样 充满祝福 充满色彩的人生 因为仍然是那句 但从开始我们研究大卫 我们发现大卫绝对 百分之八不是因为其他理由 导致他能行入这个祝福 是因为他的心态 是合神心意 三个义记上第十七章 第三十节 大卫就离开他 转向别人 招先前的华尔文 百姓迎招先前的华为答他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啊 让我忠心侍奉你 黄雕 在往昔上预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走到終點 全信心將心度謹記 跟著你終止 尋現荒廢熱情 編創傳奇